姐弟乱伦,私生活迷烂,姐妹共是一夫,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大玉女,谁被称为情玉女皇? 中国古代荒淫无道的皇帝有很多,可是有几个人知道淫乱后宫的女性也不在少数。 今天,我们就来一起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极其淫荡的玉女们吧。 这里是瑞历史,与你一起探索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一,史上最淫乱女人,山英公主。 南北朝有个山英公主,跟她的皇帝弟弟说,陛下六宫数万人,而我只有驸马一个,太不公平了。 她就养了三十个年轻英俊的男人在后宫。 不仅如此,山英公主还不顾姐弟的血缘关系,经常主动进宫,与皇帝同吃同住,全然一副夫妻的模样。 当时,南北朝有位天下闻名的美男子,叫做楚渊,人家早有妻室,但山英硬是仗着权势把人家叫到寝宫,上床服侍。 一,据记载,山英公主也玩酒吃肉林,众人交配她看着才高兴。 这个史上最淫乱女人最后在宫廷政变中死于乱刀之下,没落得一个好下场。 二,历史上最多欲求的女性,胡承华。 其实,历史上最多欲求的女性不是慈禧,她要的只是富贵和权势,不是武则天。 她要的只是天下,也不是赵飞燕,她要的只是肉体之欢,而是胡承华太后,北魏宣武帝元克的妃子,元许的生母。 胡承华是少见的有才华的女人,处理政务获得朝野的好评,但权力欲望强烈,且私生活迷烂。 特别是当上太后之后,个人私生活变得荒淫无节制,清河王源亦容貌俊美。 胡太后借故将其诏入后宫,不但与其私通,且将朝政大权委托于她,她有私序面手,身炼义男子杨白华,与之燕饮玩乐不休。 三,善艳舞的女色狼赵飞燕。赵飞燕本是杨娥公主家一哥姐,看见汉城帝时故意浑身哆嗦,假装处女,让皇帝又怜又爱。 进宫以后,赵飞燕以岛神为名义,建了一间小房子,除了左右侍切任何人不得进入,用小牛车拉着一车的美貌少年,装扮成宫女进宫,任这位大美人胡作非为。 赵飞燕为了永保青春每天吃很多香精,但这也令她永远不能生育,于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后来还玩了一出假怀孕假生子的把戏,赵飞燕因为无子害怕失宠,遂淫乱后宫,为了让皇帝把所有心思放在自己身上,床上功夫本已了得的她还苟和自己的妹妹赵和德。 天天给皇帝服用特纸春药,一夜十次不下床,最后令汉承帝精进人亡,致平帝即位后,赵飞燕被贬为庶人,自杀身亡。 四,热爱男人的赵和德。 赵和德就是赵飞燕的妹妹,汉承帝刘傲把歌迹赵飞燕诏入后宫,又把其妹妹赵和德诈入宫,何德生得婉立美艳,一点不逊于飞燕,被皇帝封为昭乙,成帝曾称赵和德为温柔香,我要老死在温柔香里,不求五帝的白云香。 可见对赵和德的欲望有多么的强烈,赵和德美艳多彩,会装扮,性独尽。 专宠后宫,为铲除异己,还曾逼着汉承帝杀死儿子,他联合自己的姐姐赵飞燕,从一个老前婆李扬华那里,寻得一个春药秘方,制作了许多的书心丸,最后一次,留傲酒喝多了,一口气服了七颗死在和德的怀里,与西门庆大官人的一模一样,赵和德最后因畏惧而自杀。 五,上官瓦,管不住自己的欲望。 上官瓦是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孙女,更多敬报内幕文章,祖父被杀,上官瓦被佩媚叶婷,他聪明异常,后武则天让其掌管宫中照命。 参绝正物,权势日盛。 在未成李显妃子时,上官瓦便与李显媚来演去,玩过鸳鸯戏水的把戏,李显复位后因此才会不忘旧情,公开把上官瓦照姓。 在霍杰余身份后,年老体弱,后宫拥有如云美女的李显,实际上已不能满足年少的上官瓦的肉欲。 于是上官瓦和武则天的哲儿五三思思通发生了性关系,在后,把兵部侍郎崔石也搞到了闺房,变成了自己的面首。 崔石投其所好,又把自己的亲兄弟崔丽、崔业、崔迪等推荐给上官瓦,创造了兄弟四人共是一女的历史记录。 6. 贾南风,丑人多作怪 贾南风是西晋惠帝司马中的老驼,又称惠贾皇后,其父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冲。 贾南风人长得不怎么的,但却生性残酷,竟于权术,而且还性多妒忌,看见其他妃嫔有韵时,竟然已击打他们的腹部,令他们流产。 不仅如此,身为皇后的她,尽显淫荡本色,会乱春宫,惠帝暗若无能,国家正式,皆由贾南风干预,她暴力而专制。 费出太子,挑起了八王之乱,使西晋陷入了长期的内战,后在战乱中被费并被杀,大一统的中国。 从此陷入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割剧局面。 7. 于玄姬,情欲世界的女皇 于玄姬,自有威,又自慧兰,唐代诗人,长安人,大唐盛世,世才辈出,不但须眉称雄,也有不少女诗人脱颖而出。 于玄姬就是其中流传家作甚多的一位,这位美丽多情的才女,也曾得到多情公子李懿的清廉密爱嫁妻为妾,并与温婷云等有诗篇往来,谁料事事沧桑,李妻不能容。 她本人从宠妾沦为妻妇,在一生一求无价宝,难得有心狼的楷探中,出嫁于长安嫌疑官为女道士。 失去希望的于玄姬便将自己的道观打造成了一个以示会友的妓院,每天晚上在这里一些男人鬼混,这只是于玄姬便得性情暴裂疯狂纵律的开端。 后来,她结识了陈伟这位乐师,谁知陈伟居然和自己的丫鬟绿巧思通,这件事对于玄姬的打击非常大,也是让她自暴自弃,变得性情暴裂而且疯狂纵欲的根本原因。 后来大开宴旨,先一关车水马龙,她本人从气腹变成了荡腹,过上了半仓式的生活,最终为争风吃醋杀死了自己的士币,自己也走向了刑场。 空留下无限的叹息。 8. 太平公主,特殊经历塑造变态人格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志与武则天的小女儿,8岁时被表兄赫兰敏制监屋,年约16岁时,下嫁唐高宗的嫡亲外甥,承阳公主的二儿子薛少,约25岁时改嫁于五优记。 太平公主自达幼年被监屋,就对男人怀有一种仇视心理,在第二次结婚后,为了报复男人,公开地大肆地包养男宠,淫乱无度, 她的丈夫五优记性格厚道谦让,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任气胡作非为,对于那些床上功夫了得得貌美男宠。 太平公主还不忘与她的亲妈武则天一起分享,武则天晚年包养的张氏兄弟就是太平公主所见,除了包养男宠,太平公主还爱抢,抢别人之所爱。 上官娃原来的情人崔石便是太平公主硬性给抢过来的,而崔石则靠色相坐到了宰相位置。 失去希望的虞玄机便将自己的道观打造成了一个以示会友的妓院,每天晚上在这里一些男人鬼混,这只是虞玄机便得性情暴烈疯狂纵欲的开端。 后来,她结识了陈伟这位乐师,谁知陈伟居然和自己的丫鬟绿巧思通。 这件事对于玄机的打击非常大,也是让她自暴自弃,变得性情暴烈而且疯狂纵欲的根本原因。 瞧,夏姬,资深美女的身体与政治。 夏姬,春秋时正目公之女,初思通紫瞒,紫瞒早死,继位陈国大夫夏玉淑之妻,生子指书,玉淑死。 她与陈灵公,大夫孔宁,疑行妇私通,指书射杀灵公,孔宁等奔楚,请楚师罚臣。 她被楚庄王索福,送给连瘾相老为妻。 十,胡皇后,好色一代女。 被七五成帝高占的皇后,可算是个少有的荡妇,高占继承地位后。 逼肩嫂嫂离祖俄,胡皇后不耐恭为寂寞,同高占的亲信随从和氏开钩搭上了。 胡太后是少见的有才华的女人,处理政务,获得朝野的好评,但权力欲望强烈,且私生活迷烂。 特别是当上太后之后,个人私生活变得荒淫无节制,清和王源义容貌俊美。 胡太后借故将其诏入后宫,不但与其私通,且将朝政大权委托于她。 这个胡太后也是性情中人,而且一般的白面小生还满足不了她。 她技高一筹,硬生生地把才华横溢,威望甚堵的清和王源义逼成了自己的面首。 后来又不断培养和发掘新的面首,天天浓妆艳魔,花枝招展。 这位多情女诗人还亲自创作,杨白华各自来怀念远走高飞的情人杨华, 寒情出户脚无力,时得杨花泪沾翅,秋去春寒霜燕子。 愿嫌杨花入科里,让宫女们昼夜连臂环绕,踏足歌唱,意念情人,就是她的几位面首。 酿下了数次宫廷政变的祸根。 一提起色狼,两个字,人们想到最多的可能就是男人们对于美丽女人的非分之举。 在中国古代,色狼们可真不少,有名的例如西门庆。 其实,在历史上女色狼也有不少,完全不输给男色狼们, 她们个个美艳无比,心机重重。 而色幼的背后所隐藏的也许是政治野心,也许是富贵权势,也许也只是肉体之欢。 原来女色狼才是最可怕的,论长向她们个个美艳无比,论心机,她们个个心狠手辣。 而色幼的背后所隐藏的也许是政治野心,也许是富贵权势,也许也只是肉体之欢。 总之,比男色狼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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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